赖清德跟蔡英文之间 应该已经发生了极为强烈的 不能讲政治冲突 极为强烈的互不幸认感 那这种互不幸认感 真的是要拖到520的话 那蔡英文除了改难 还有其他方法吗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有人说 这个蔡英文的空窗期实在是太长了 因为从1月13号大选结束以后 到520就值刚刚好满四个月 那就是因为同党的政权交集 所以说民进党当时是非常乐观 认为可以无缝接轨 那所谓的无缝接轨 就是说同党的这些人 你赖清德能够留用就尽量留用 等到一段时间以后再换阁员 这也就是说 陈建仁为什么会被留任 格魁传言的由来 那赖清德呢 在这个时候 他也认为既然是同党直升 政权交接又可以无缝接轨 他就是要观察所谓的 就是观察所谓阁员的优劣 在这段时间赖清德不讲话 可是在星期三的中常会上 赖清德讲话 赖清德点名了四个部会 这个四个部会就是王美花 王美花完了 还有农委陈其重 还有唐凤的数位 还有其他单位 包含薛瑞员 那这一些单位 总共有四个单位 再加上一个卫福单位 这四五个单位的人选 可能都要下台 我可以现在一个一个点评 你看赖清德 为什么在民进党中常会上 讲这些话 我们先讲薛瑞员 薛瑞员因为苏丹红的事件 因为所谓过去的高端事件等等 然后现在又发生 小孩一岁多小孩 凯凯被灭杀事件 他认为卫福部 没有进到监督的承认 就是说卫福部会有那么多的事 可以证明 卫福部那么多的事 到现在没有一件事情 讲得清楚 苏丹红也好 受肉精也好 没一件事情讲得清楚 但是薛瑞员 他后面是有新潮流的支持 看赖清德要不要砍 赖清德真的要砍 其他的四个部会的话 一定先砍薛瑞员 唯有先砍薛瑞员 其他的部会才会乖 为什么原因非常简单 这些都是新潮流 新潮流支持的薛瑞员 如果我的派系支持的人 我先砍的话 其他派系 看在眼里说 你对自己派系的人都动刀了 那下一步一定是轮到我们 所以观察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就是薛瑞员什么受手 那第二个就是唐凤 唐凤在选举期间 没有配合所谓戴清德的选举造势 等等这些 老早就被点名 他要下台 唐凤的下台是因为他不善于管理 他很多的事情全部都是外包 而导致了新潮流队 唐凤非常不满 那再来一个王美花 王美花就是五缺的问题 王美花为什么会五缺 缺人缺地缺电 尤其缺电跟未来的缺水 这一些认为他已经不适任 所以呢 极有可能会请王美花下台 那再加上农业单位 农业单位就是陈其重 他们那一路 弄了一个巴西鸡蛋的问题 搞到今天 搞到今天还说不清楚 那还有一个像包含劳动 就是未来引进印度劳工的时候 他会不会引起政治风暴 那现在呢 蓝白都结合起来 就在盯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看 就是蔡英文在摆烂 所谓的摆烂 各位看看 金门二一世沉船事件 到了现在一个月 你还是处理不了 蔡英文截至目前 没有讲过一句话 那赖金德看蔡英文不讲话 纵然他对二一世事件 是有意见的 然而他也没办法说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最后 你就可以发现 这个空窗期的四个月 蔡英文空窗期的四个月 几乎证物全部都在摆烂 就是证物几乎通通不管 就好比说健保账 健保的费用调账 挂号费的调账 取消了上限 这些都引起了民怨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不客气的话 我们讲的不客气的话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赖金德 也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急在心里 就我所知了 就我所知 赖金德对金门二一世的世界 还有包含几项重要的世界 他不是没有意见 只不过只能够隐忍不怕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赖金德 嫌空窗期太长的话 他应该去强化 所谓的未来的格源阵容 那这一批官僚 是不是要继续做下去 还在未定之处 话说了回来 蔡英文纵然他要下台了 可是他还是抓着权力 紧紧的 不让任何人干预 那不让任何人干预 他又要下台 那只好 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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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烂码 摆烂码 就是说我只要把这段时间拖过去 那过去各位去看 陈水扁 被马英九取代的时候 你看他对于格源的问题 马英九上台对于格源的问题 大概三月中旬到四月 到四月初就完全定案 就是准备要交接了 那我们再来看蔡英文更急 蔡英文赢了以后 就马上进行部署 各个单位都有交接小组的 各个单位都有交接小组 就逼得马英九 你马上要把政权让出来 然后顺便告诉他 你在三月中以后到五二零之间 你不能做任何重大的决策 那现在反观赖兴德 对于格魁 对于格源 对于其他的 截至目前为止 他还在找人 你就可以看出来 同党交接 他们自己说过是无缝接轨 但是能够无缝吗 这也就是赖兴德 为什么他要点名 五个部会 五个部会 你们必须给我下台 那从这些 大家也可以理解到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蔡英文跟赖兴德之间 究竟发生什么事 两个可以王不见王 两个可以不用针对 所谓的流用人才去讨论 那至少蔡英文是个老前辈 你赖兴德至少去征询他 征询他 就是说像军方首长 大概你推荐的人选是谁 等等那些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赖兴德心里有自己的人选 他也不跟蔡英文讨论 那蔡英文也不把经验的传承 告诉他 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赖兴德跟蔡英文之间 应该已经发生了极为强烈的 不能讲政治冲突 极为强烈的互不信任感 那这种互不信任感 真的是要拖到520的话 那蔡英文除了改难 还有其他方法吗 我不能跟蔡英文说明 再和蔡英文凡海 再和蔡英文凡海 也不计算 不计算 这些被団 都很笨 对